遵照江泽民同志及其亲属的意愿 敬爱的江泽民同志的骨灰 十一日在长江入海口洒入大海 受党中央委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等领导同志 和江泽民同志的夫人王也平等亲属 护送骨灰洒放 以最崇敬最庄严的方式 表达对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 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江泽民同志的深切哀思和无限缅怀 今天上午 江泽民同志生前长期工作的中南海下半席致哀 来福堂里 白色的幕布上悬挂着江泽民同志的彩色遗像 遗像下方摆放着江泽民同志的骨灰盒 上面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江泽民同志的夫人王也平率全家境线的花篮 摆放在江泽民同志的骨灰盒前 两侧摆放着其他亲属和有关方面境线的花圈 上午八时时分 蔡奇和智丧委员会办公室领导同志 同江泽民同志亲属来到这里肃立 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和深切的缅怀之情 向江泽民同志一向三鞠躬 随后江泽民同志的亲属 捧着一向骨灰盒和花圈 缓步走出来福堂 林车缓缓驶出中南海 在中南海工作的干部职工 纷纷来到道路两旁 胸佩白华神情凝重 为江泽民同志送离 江泽民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他生前留下意愿 自己的骨灰洒在长江和大海 江泽民同志把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林车缓缓驶入西郊七城 松柏静立远山静默 空军官兵列队脱帽 目送在户江泽民同志骨灰的砖机起飞 专机盘旋着 在首都北京上空缓缓绕飞一周 告别这一江泽民同志 为党和国家事业清尽心血的地方 上午11时5分 在户江泽民同志骨灰的砖机 抵达上海虹桥机场 随后骨灰由林车载户 前往乌松军港码头 乌松军港码头 国旗半锤 庄严肃木 黑底白字横幅上写着 江泽民同志永锤不朽 江泽民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海军官兵整齐列队脱帽致礼 江泽民同志的亲属捧护着骨灰走下林车 将骨灰安放在林桌上 低灰的哀乐声中 送别的人们神情凝重 列队肃力 深深鞠躬 向江泽民同志做最后的告别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扬州舰 扶拨近卧 舰上官兵分区列队 肃力咸边 扬州是江泽民同志的故乡 今天 这艘以扬州命名的军舰 以最高礼仪 送别这位 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的 卓越领导人 江泽民同志的亲属 捧护着骨灰登上扬州舰 海军敌吹响 仪仗队持枪速力 行众目 当扬州舰起航时 军港内所有舰船 汽笛长鸣 响彻云霄 杨州舰驶入奔涌的长江 驶向浩瀚的大海 军舰徐徐航行 告别上海 这片江泽民同志 经历青春岁月 长期工作 奋斗 奉献的土地 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 扬州舰抵达长江 入海口水域 在军舰甲板上 宋爷的人们 肃力莫哀 水天肃木 波帆浪漫 蔡奇和江泽民同志的夫人 王也平等亲属 眼含热泪 强忍悲痛 将江泽民同志的骨灰 和缤纷的花瓣一起 缓缓洒向 无垠的江海 滚滚长江东去 汇入辽阔大海 中华大地万里河山 见证一位伟大人物 光辉和战斗的世纪人生 长存一名卓越领导人 鞠躬尽瘁 奋斗终身的 好气中魂 滚滚长江东去 汇入辽阔大海 今天 围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 社会主义中国 欣欣向荣 气象万千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进程 浩浩荡荡 先被回眸 应孝位 滚滚长江东去 汇入辽阔大海 敬爱的江泽民同志 永别了 江泽民同志的英明 业绩 思想 风范 将永载史册 世世代代 铭刻在 人民心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感谢观看